銀行櫃臺七十歲老翁穿著襯衫 說要匯款到香港 原來老翁前陣子在網路上 認識一名自稱是香港的女子 名字叫雪莉 常常對老翁 嘘寒問暖 前幾天突然說 要開美容院 只缺金主投資 老翁深信不疑 希望退休後還能有事業 第二春 答應出資五千元美金 折合新台幣約十五萬元 相約開幕當天非香港剪載 警方提醒可能是詐騙 但他怎樣就是不肯相信 你來美容院 你要告訴他 這個地圖上是垃圾站 警方根據港女提供的美容院地址 一查竟然是垃圾搜集站 老翁當場沉默既尷尬又丟臉 卻繼續自圓其說 新聞撲到這樣 現在大家都沒有說 老翁似乎還不死心 立刻傳簡訊給雪莉求證 雪莉當然不回應 老翁這才恍然大悟 真的遇到詐騙集團 但類似詐騙手法 政府宣導廣告已經播放到 民眾耳朵快掌檢 但還是有人上當 尤其是老人家 警方也提醒 家人能多加留意 以免長輩受騙賠掉老本 記者王嘉慶 王書宏 高雄的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